马娜娜遭遇的苦难,并没有因为她的伟大而减少 一条蟒蛇偷袭了花豹的巢穴 当这个母亲赶到时,幼崽已经葬身蛇口 愤怒的母豹没有放弃孩子 她疯狂攻击蟒蛇 直到对方躲进洞穴,马娜娜没有就此收手 而是守在洞口足足等了三个小时 受伤的蟒蛇没有办法 为了全身而退,她吐出了好不容易吃掉的幼崽 然后消失在了树林中 花豹没有追击,因为她看到了面目全非的孩子 这是一名母亲的崩溃时刻 她就蹲在那里怅然若失 最后,马娜娜将尸体凋离潮雪 她吃掉了尸体,咽下了这挥之不去的巨大悲伤 那一晚,整个灵地都在回荡她的痛苦悲悯 她不能悲伤太久 当明天的太阳升起,生活依旧得继续